那今天要介紹的是音樂治療 應該要站這裡 我只是要請大家看 我有考過那個 英國王家音樂理學院的 樂理跟鋼琴的發展 這是一個我有 傳統的正式的那個 音樂訓練過 那這個是去年 2019年 我們政策會的會長 跟副會長的交接連理 那會長是翁錫慧博士 然後副會長是楊漢史教授 那楊教授他那時候講了一個演講 就是我們是特地看到他的演講 然後他就是特別講到說 2019年的這個 有一個CEO Award 他就是把台灣列在第一個 the best health care system 都說台灣是有世界上最好的醫療照顧 這個一直我們最近新聞一直有 尤其是台灣這次肺炎的事情 我們是附近了風頭 我們有這麼好的醫療 結果我在醫院看到的是這樣 大家現在也是覺得是一個大問題對不對 每個人都勇敢 你只要醫院跑一圈都是這樣 那看到這種照片 對我們的醫療人員 因為我們醫院在場 對我們醫護人員是什麼感受 如果不是我們醫護人員就很震撼 可是我們醫護人員是已經習以為常 就是這個是很普遍 那我們是醫療第一的國家 跟這個有很大的反差 那你看到這張照片 也是古壽如才 他不是古壽如才而已 他還常常管治 然後他真的是如才 真的要古風 皮包古 這一個我給他看 他用來看